2023年9月21日是足以写进温州体育史的日子 5000多名球迷在温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见证历史 当晚7时30分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女族揭开战幕 B组小组赛 中国台北队与印度队的比赛再次举行 这是温州首次举办亚运会比赛 也是温州有史以来举办的最高规格 综合性运动会赛事 这也是中华台北女族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秀 温州赛场自然就成了中华台北队的主场 现场奏中华奥委会会歌及国旗歌 全场球迷速力已是尊重 比赛开始后 现场温州球迷毫无疑问地支持中华台北队 为中华台北呐喊 为两岸一家亲的血脉亲情助威 中华台北队先是一球 但中华女族的不懈努力 现场温州球迷不断加油助威 最终以2比1逆转胜 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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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结束后 中华台北女族特意到场边 向温州球迷表示感谢 而溫州球迷 更具溫情的喊話回應 每一套草皮的水皮 溫州當地位的亞運會的 主辦金山是實話的 心事很長 再建立這些溫州國會的主辦單位 找買更配合 最後請問要對中華台北隊教練 和所有台灣朋友們說幾句溫州話 我提呀 飛球上第一次也能夠吃呢 打鼓呢 無日中概呢 幫上有日的鼓呢 宇宙是實話是實話 吃了那麼熱到西豆 地比日宇宙旺湯 上日最正主要宇宙 宇宙早來吃吃 上下地 安逸就宇宙旺湯 要控許娘 在外國也都早來吃吃吃吃吃